除了你 贏了世界又如何 你曾渴望的夢 一首首的暢銷經典 再加上邵宇薇 夏騰宏的 精湛演技 90S華語金曲《凡玩計畫》 一推出就引起各界關注 而當這一首首的 翻唱歌曲遇上原唱 這些壯量級的前輩們 又會是什麼反應呢 有點真實的感覺 應該是愛戴爾的唱歌 哎唷 用心良苦 有阿妹的音質 但是不是阿妹 耶 唉唷 唉唷 我們有點概念 中間有個聯姨 有點熟悉 對 到這邊就很確定了 應該是 叮叮叮對不對 對 我們答對了 哇塞 你到後面副歌出來 那個 那個 POWER 就可以 很清楚的那個 整個的那個特色 都會很容易噴點 非常不錯 那你聽完那個叮叮這樣重新詮釋 有什麼想要跟叮叮講的嗎 呃 我還有很多歌 你可以拿去看看 哈哈哈哈 是叮叮嗎 我覺得叮叮這個版本的愛如潮水呢 它 重新 有一個新的編曲 然後呢 加入了節奏 還有更多的段落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還蠻新的 還蠻有意思的新版本 叮叮 這個新版滿有感覺的 它比較 雖然輕快 但是叮叮唱的它的聲音 帶點磁性 帶一點點的感傷 我覺得聽起來滿美的 這感覺很新鮮 跟我唱的版本很不一樣 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公司要新簽的 新人嗎 我覺得它聲音還 滿有 雌性 然後 因為畢竟這次我出道的歌曲 我現在突然間在聽到一個全新的版本 那個感受很不一樣 我覺得還 滿好的 就 有被它感動耶 有被它感動 這是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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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OK 很好聽 很好聽 我很喜歡 沒錯由叮噹詮釋的 90S華語金曲翻玩計畫 重新演繹了張宇 日前期中會 張信哲等天王天后的經典之作 不只唱出新的風格 也讓好歌不斷流傳 完全樂總和報導